今天台北股市收红盘 今天收在一万八千两百七十店 这是历史新高 但是今天台湾的股市 几家欢乐几家愁 今天台湾的股市可以往上冲 主要又是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非常的火热 非常的烫手 到底有多烫 原来它现在的五奈米 它现在的三奈米 已经有很多的厂商捧着钱 直接送到了台积电 拜托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三载线 你一定要给我一些产能 所以现在对于台积电来讲 它的问题是 它不担心它没有客户 只要它生产出来 它就有得卖 但问题在这 你现在在台湾你缺什么 你缺可能你缺地 你缺电 还有更可怕的是人才都缺 我们看导播我们看 现在你在台南的街上 你居然有台积电强力招募 技术员工程技术员 甚至连街上的罗马旗 都有技术员工程师 你什么时候看到台积电 要这样子公开招募 过去台积电 它的真材管道 非常的固定 你只要台积交成 这些一流的名校 毕业了以后 它自然有一个管道 最好的人 全部都进到台积电 但是现在它的产能太大了 它现在要急需 把各方的人才 纳入了台积电 那如果连台积电都这么缺 那其他的厂商怎么办 所以有人讲 台湾是不是也进到了一个 大条新时代 好 我们今天请到 旅游队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州 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 每一道电视报 东照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分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商周的总组比 吕公孙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媒体人 联长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台湾过去把学位的 一道林廷辉 大家好 好 宋 今天又开红盘 是 今天又来到了一个 历史新高店 18270.51店 对 但是说关键 还在半导体 对 还在台积电 是 一样 周边的 跟着拉台 对 有些跌了 对 还是748冲上去 是 台积电真的有这么火烫吗 好 姐 今天的盘式 新年开盘的话 叫做垃圾盘 垃圾盘 就是只有台积电 一个人在涨 一个人的武林 为什么这样讲 事实上今天的盘中 最后收盘51点 那盘中的一度 有大涨161点 但是很多人开始卖 因为只有台积电在拉 那台积电涨了16块 如果换算成 目前还可以贡献 大盘100多点 结果收盘只有涨51点 你就知道其他的公司 其实都在跌 另外一个 他今天的这个 外资买超155亿 可是你知道 他光是买台积电 就买了200多亿 所以扣除台积电 其实今天是 外资是卖超的 所以今天没有台积电的话 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是一个收黑 而且外资是一个 卖超的局面 那你这样讲 外资今天又买 是连久买了 没错 那为什么外资要这样买 因为外资现在来 第一个 他认为说 去年我卖太多台股 我现在开始回来补台股 再来之后 我就把目标 锁定在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积电的业绩 好到报表 不是他还能买吗 报报接 我跟你讲 当然可以买 为什么你看 最近的NVIDIA 他居然上门来 上门跟台积电敲敲门说 我付给你1910亿新台币 那我要 我要给你抢所谓 5奈米的产能 你拜托 你一定要给我这条产能 那么根本不用讲 你第一次说 我还没拿到货 对 我先付定金 对 就付了1500亿 那你更不用讲 前一阵子季辛格不是来台湾吗 台积电说要3奈米专线 OK 先付定金再说 他的定金还没有到 所以你看 我都还没开始做 你的产能就已经是满载 今年的3奈米出来的时候 那一定是满载啊 所以外资看到这一点 他当然目前来说 最确定的就是 买台积电绝对没有错嘛 难怪台积电 他敢到处设厂 对 原来说 我今天不管5奈米3奈米 甚至未来的2奈米 我的产线 我的产线还没生产出来 买家已经订货了 没错 那你知道台积电产的这么多 我们就说 那你说缺电啊 缺水啊 缺那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我跟他讲 事实上现在台积电最缺的 倒不是水 倒不是电 他最缺的是人 人很缺嘛 为什么很缺 你看 你在开车 下了这个南科附近的交流道 你就看到这样子扛棒 这样扛棒 这是电子扛棒 台积电强力招募 技术员 工程技术员 你看 这个电子扛棒 对啊 你想这个是去年10月 就耸立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花了158万 然后刊登六面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他夺仙境你知道吗 旁边有个QR Code 如果你觉得你OK的话 你直接QR Code 你就可以投履历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QR Code 马上扫进去就可以投履历 他一共有六面电视墙 所以事实上在那附近有六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有时候你走在台南的路上 你会看到中间有那种罗马旗 这种罗马旗的话 大部分都选举 不然就是什么建商 或什么活动 就你仔细看 这不是台积电吗 台积电那是什么 技术员 工程师 你觉得他有这么缺吗 台积电有这么缺 缺到罗马旗都出来 不只在台南这样 我跟你讲 还有很夸张的 那今年的时候 其实你从去年到今年为止来说 台积电都会开着这台车 这台车是什么 这台车叫做台积电的这个 真材专车 这专车你知道 过去一段时间 他根本不用出动这个 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都是你来嘛 我这个缺 这个我是挑你 但现在不是 他现在是有的人 我全部都要搜刮 所以他除了过去是台青交城之外 过去是四所大学 他只去这四个地方 现在没有了 现在这台车到中山 中正 中央 中心 中原 等等很多大学 反正有的话 我就能多少人就多少人 我现在已经没有 没办法管那么多了 所以已经从台青交城 到了中自备 到了科大了 对 那他还进到各个大学里面 你看台积电 校园 真材 甚至很多什么光电展 很多展 他全部都去 所以还有什么工程 什么工具机展 什么他都去 所以你还说 你能够缺人 LED展什么都去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全方位的缺人 他现在真的是 你只要真的符合他的条件 你就一定进得到台积电 而且你刚刚提到的是 NVIDIA为了要抢下5奈米的产能 现在我已经预知 我都还没有拿到 我就先给你了1900亿 现在不止是NVIDIA 连发科他也要拼天机9000 现在一跳我要3奈米的 包括2奈米的厂商 现在都有人在询问了 对 那你要说为什么台积电这么缺人 我们就给大家讲 现在台积电是做5奈米 那5奈米的话 因为目前5奈米是满载 他的整个大客户 包括苹果 AMD还有联发科都满载 所以NVIDIA被排挤 他就说这样啦 我没有产能 NVIDIA被排挤 对啊 那我被排挤 我可能被MD打败 所以我拜托你 我预支1900 14亿台币 跟你定这个产能 那台积电当然OK啊 反正我先收了产能之后 我再来这个扩充生产线给你用嘛 好 那除了这个4奈米的时候 你看现在4奈米的订单也是满载 因为包括说像这个联发科 就开始衰先使用 那你根本不用讲 今年下半年的3奈米 3奈米下半年第一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使用的客户呢 可能是苹果 另外一个就是Intel 所以Intel执行长不是来了吗 好 我们讲了3奈米之外 你看2奈米 2奈米来的话 在中科还要筹现一个2奈米厂 那你根本不用讲 还有包括宝山的啦 在新竹的 所以这个投资金也非常大 那今天为什么台积电涨 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外资把他目标下 调到1035块 这太夸张了吧 对 现在630亿 他调到1035 那为什么他说 去年我们知道台积电 这个所谓资本支出是300亿 他说今年会是380亿 明年会是400亿 这个数字是这样子跳升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节目说 未来可能会缺电 会缺水 就是你看到台积电 这种强力的资本支出 还有这些人才的这个荒 那绝对都不是空穴来风的事情 而且现在台积电缺人缺到 要帮员工解决住房问题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南科附近的这个土地 要么长个两倍 两层三层的比比皆是 有了房间要长个五层 所以对他们来讲说 我要去南科 OK 但是你要给我住的地方 那在哪里呢 所以台积电跟这个台糖合作 台糖有一个循环聚落 它是打造一个类似是 这种绿能的这个建筑物 然后台积电就把它租下来 用一年6千万把它租下来 还有351户 那所有的现在是 先安排外籍工程师 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这变成什么 台积电的这个 归人沙轮区的这个宿舍 变成是一个台积村 那这个台积村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知道 它有贴出一个增产 这个增产是这个宿舍的 这个中文 中文英文的柜台人员 那你看薪水 然后这个有三节奖金 什么一大堆 那你仔细去看 这个薪水还真的不错 你看它的月薪在这边 四万到四万三 大家看这个 柜台 对 柜台人员 因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要接待很多外籍 虽然中英文都要会讲 这样就四万多块 等一下 你今天要当台积电的柜台 还没有那么容易 你的英语 听说读写能力要多益 750分以上 但是这个在南部 算是一个好的工作 一个月赚到四万多这样的薪水 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薪水 所以大家看 果然台积电一出手 连柜台人员的这个薪资 都不太一样的这个状况 没有就是台积电去年 最好看的大气球是 它终于打败了Intel 而今年你说 最好看的大气 是联发科跟高通 它已经联5G赢了 它会不会整个碾压跟拉开 它跟高通的距离 没错 事实上这个在台湾 或是在全世界 正在关注一个 全球手机晶片组的这个拔组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会出现换人的时候 这个当然就是与我们联发科 跟高通来做一个决战 你知道过去5G的时间里面 我们台湾的联发科 连续5G碾压高通 在5G晶片的这个市占率 结果你知道 高通的资金长马上跟他抢起来说 高通的时代已经来了 我要反攻 好 那你要凭什么反攻呢 我跟他讲 他现在策略很简单 他要做报警台积电 报警台积电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联发科在过去几年 为什么他能够打败高通 他的策略就是报警台积电 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你看当初的天机9000 那包括说像跟三星 这个所谓的代工的 包括Snapdragon的8G1 甚至在之前的产品 从7nm一直到5nm 报警 这个所谓高通 已经被三星害了两次 两次做晶片出来都是过热 那过热 我们这个联发科还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知道有某些厂商 这个晶片组有过热的状况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联发科 虽然言下的就是你高通 那结果高通做这个过热 过热之后结果没想到 就让整个我们的联发科 施展率就碾压了你 所以你说高通跟三星合作 才让台积电有超越的机会 对 就这样碾压了你 好 那你除了这样碾压过后之后 你知道你知道 高通的这个总裁就说 好 我们现在就回锅 要找台积电下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三星你做出来就过热 要么就是你良率就是6 70% 我就撩几 那怎么办 我就回来再跟你做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他现在的策略就是 你过去报警台积电 我现在也来报警台积电 所以才说 今年其实才是真正的联发科 跟高通 PK一个最重要的一年 好 知道 我看这个画面我吓坏 竟然在台南的街上 有这种电子看板 还有你在马路上面 居然有罗马骑 台积电在招人 你也是选电机的 台积电以前有这样招人过吗 当然没有啊 这东西一般是卖房子 大促销才会出现的状况 以前这个很血腥 台积电联发科 这种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大事说一说就已经早就被绑走了 他只要那一小撮的基因人员 可是当你变成大看板的时候 它代表什么 一般是跳楼大拍卖才是会发生状况 原因是因为真的太缺人了 半导体以现在时时刻来说 人才缺的是2.7万人 2.7万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所有可以跳楼都挑进去 我还缺2.7万人 不是说我有2.7万在这边 是挑完人之后 还有2.7万 还缺2.7万 你就知道有多缺 现在都统清出来 2022年台积电说我要再9000人 联发科说我要再2000人 联电说我要再2000人 其他2000 3000 4000都有在开 请问我就讲台大好了 台大化学所化学组是30个人 化工组是39个人 材料丙组6个电机电子 全部加起来151个人 塞牙缝够不够 不够 塞牙缝都不够 你台大我全部算完 电机是甲乙编组我都算了 甲乙编组照说不应该介绍电子产业 因为甲乙比有的是所谓人工资源 有的是电力电子嘛 不管 然后电子组的甲乙比我都全算了 加起来就151个人 你是台大 你是台大的人 看完这个东西 你认为你以后要不要去联发科 你要啊 可是当联发科招保的时候 其他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层又一层的排挤效益嘛 而且还有一个大关键 少子化 少子化是每一年念书的人都变着 一年比一年少 2017年理工科系毕业是十万一千人 2020年现在就三年过后 剩九万两千人 又少了九千一百一十个人 所以你要知道整个状况是这样 整个市场规模是不断在膨胀的 然后呢 学生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抢人才抢到发疯了嘛 比如说我有印象 我印象很深刻 群联电子 群联电子的董事长叫潘建成 他是交大的学长 他有来交大演讲过 他说以前很简单 我六成到七成研发工程 找交大就够了 结果你知道吗 群联电子现在都什么 我连车位都帮你准备好了 车位 对 然后你看到他一场一场 有什么台科大厂 阳明交大厂 清大厂的这种 就座坛会 就业说明会 就给我抽奖 抽iPad 小米手机 全家礼券 我搞不清楚 现在是谁 谁求谁 谁缺谁 你说 我的超速面谈会 或者是我要招募员工 我还要给iPad 要给3C产品 我才找得到人 不是 才找得到人来听你的座坛会 你看宝联哥 这一场一场都弄清楚的 你看 群联电子人才招募 压轴厂 然后呢 结果 我现在有出席奖 有梦幻奖iPad L 有这个小米手环 有Switch Lite 有什么都有 还有全家礼券 这什么都有 这东西不是招募 这就是我求你来听我的就业说明会 然后呢 甚至什么 现在台大清大 交大成大 在10月到12月 这四间学校 联合一个学校成立一间半导体学院 干嘛 专科培养 就是去半导体工作的人 然后你知道谁 蔡英文总统市场都去剪彩 他市场都去剪彩加接牌 这也像什么你知道吗 以前台湾飞学人不够 飞学人不够怎么办 我搞了一个飞行船班 你的程度不够没有关系 你只要敢飞我就让你进来 有点类似 可是他越这样 他知道 就像我讲 他不可能烂雨冲出 你还是要等级要够 可是因为你如果真的好 按部就班 就所谓的 比如说你练研究所 你要先修学分 然后陪老师去做所谓研究协配 那些产业不见得用 用出来后我还要重新装 太慢了 他全部打破 他说这里面是沙盒式的教师批用 你说这老师你进来 也不用什么助理教授六万 副教授九万 正教授十二万 反正钱随便给 然后人才 企业直接来训练你 也不用什么二十六学分 什么什么的 然后论文什么都还未必要 可是总而言之 快速帮我把人才培养出来 然后直接投入半导体 所以你说这些企业 直接到学校开班授课了 开班授课 然后也不要跟我什么什么 什么教授聘用资格 要干嘛 你只要有集赞 你可以训练出企业需要人才 我全部沙盒式的开放监管 这一般是在哪 自由经贸区才会有的 对不对 现在全部法令开放 在台青阳交还有城里面 这里面都变成这种沙盒式监管 另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台大化学系的教授 居然说 要不要把寿司班给去 废除掉 为什么 他说 我都在帮台积电训练操作员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是这样 台大化学所的化学组 一年才三十个硕士毕业 当然台积电全部抢走 我缺九千个人 我当然抢你的人 真的抢吗 当然抢 因为状况是这样 以前其实是这样 因为人各有自己 也不见到进台积电 像我那时候很多同学 是希望念博士班 以后走教职的 可是状况是这样 对老师来说 我需要有博士的学生 博士学生对我来说 才是深等的极占力 我真的投那种大型的SCI论文 要博士生才可以帮我做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样 硕士一收完 博士我给你两万七 台积电给你两百万 你去哪里 两百万 你根本没有得选嘛 你根本选都不用选 那教授还会跟你讲说 那我多给你 给你三万三好不好 你根本没得选 然后他就会问你 那教授我跟你好了 我跟你当博士生 我在台大博士毕业 请问我要去哪里 有教职给我当吗 没有 流浪老师 那老师 我台大博士毕业要去哪里 还是去台积电啊 那我为什么早晚要进台积电 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进台积电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现在教授是很心灰意的 当然不可能废 因为如果整个废的话 他们连里面的人才库都没有 可是这个报道是说 这些教授非常心灰意的 觉得说 我这样一直都在帮台积电 为人做嫁衣 可是这也反映了 台湾的人才荒 真的很严重 好 郭忠 你们曾经做过一个专题 是 现在是一个大条心的一个时代 而且现在刚刚讲头 现在不是只有台积电抢人 连发科抢人 连勇抢人 现在连 刚刚讲很多国外 美光要来 ASMR要来 他们抢得更可怕 而且他们是用国际的薪水 在抢人 是 因为现在台湾 已经变成是一个疯狂的晶圆岛 2021年最夯的是什么 疯狂晶圆岛 疯狂晶圆岛 因为2021年最夯的是 大概场时代 所以去年发生什么事 水泥 钢筋都大涨价 水泥宫跟板魔宫 一天日薪本来是三千 变成做六天给七天 薪水从三万直接给一万 因为要盖这么多的晶圆厂 所以台湾 帮某一天一万 帮某一天一万 而且是给 做六天给七天 因为去年有这么多晶圆厂要盖 可是这些晶圆厂 都快要盖完 接下来我们今年就会进入 所谓的大抢人时代 抢人抢人有多凶 比台积电更凶的是欧美这些大厂 所以我们这一次 还去中部访问了一些 中部工具机的业者 结果他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都快要变成 艾斯摩尔的培训所 什么叫艾斯摩尔的培训所 现在不止 不止刚才一直在提 理工人才在抢 现在连采购 客服跟身管人员 全部都被抢走了 已经损失了一大批人才 刚刚讲到 台积电的宿舍 也需要有人才 这个人才居然 你要多益750分以上 所以客服会讲英文的 也被抢走了 生产管理人员也被抢走了 采购也被抢走了 外商抢的比台积电还要凶 而且高阶人才 不止要给200万的起薪 刚才台刀化工所 化工信要 起薪200 起薪200万 还要给安家费 因为你跑到沙伦台积电 还给你房子住 所以你在台中 你只要还要给他 成家补贴 这是起薪 中部已经 而且他还说 我们现在很可怜 不敢说抢赢台积电 是捡他剩下的人才 抢了有多凶呢 艾斯摩尔在台湾 有四个基地 现在他的起薪是 对焦国际 用国际的薪水 所以一个月的起薪 起薪 现在台南系起薪是六万块钱 你说六万四 六四八二一是起薪 起薪是六万四千块钱 所以整个台中 本来一个月三万块的 普通的 不是那些台大化工系的 本来是三万块 现在起薪 全部都变成是 艾斯摩尔的员工 或台积电员工 因为薪水是六万块 而且艾斯摩尔跟美光 更夸张的是 他连实习生的起薪是五万块 实习就给五万 因为来不及 如果你不从实习生开始 就抢 不抢的话 你以后等到 他上了职场 所以最近我还听说 更夸张的是 这些人抱怨什么 封测厂的本来 已经录取了一批人 还接到通知说 你补录取了 本来你是被淘汰了 结果现在变成 人还不够 而且是一般技术人员 整班人全部挖走 以前有个说法是 半导体的人才 有所谓的 养成班 要从封测开始做起 先去热光细品做封测 接下来要去美光南亚科 最后一站是台积电 现在没有 直接补录取 一律到那边去做六万块的 现在紧张来不止 中部这些机械业者 连螺丝业者都受不了 他决定要移到屏东去 然后以前我们在台湾 有所谓的铁饭丸 是中钢跟台硕 他不怕找不到人 所以他的起薪大概就是 三万八千块将近四万 台硕比较好一点 大概四到五万 而且这两家公司 其实还蛮不错的 每年调薪三%以上 年终奖金是四到六个月 中钢更好 你退休的时候 最少有一百张股票 退休有一百张股票 最少有一百张股票 因为他有员工认股的机制 所以最少一百张股票 可是连台硕现在很痛苦了 刚才讲到台大化学系没人 台硕自己有长庚大学 结果他长庚大学的化工系化学系 本来是在替台硕训练员工 结果他从大三大四开始 学的都是材料跟半导体工程 连化学也不学了 就直接目标就是台积电 或是联发科这些 你知道台硕搞了一个长庚大学 本来就作为我的人才培训所 也跑掉了 自己的黄埔军校 也不去当他的军队 不当国民军 跑去变台积电的军队了 结果现在AI人才 他找了好几个月 找不到起薪 也是快一两百万的薪水 然后现在直接找自己的 只要大学念统计数学工业管理的 抓到篮子里面都猜 没关系你只要数据能力 我先把你害而进来 再去送去 送去所谓的训练 练AI的学校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缺得非常严重 所以刚才讲到 台湾是进入了2021大盖场 接下来2022进入大抢人 还有一个是大调起薪的时代 要来临的 台硕跟中刚就决定 今年开始 过年后可能要开始 把他的起薪也要调了 因为台积电的起薪 是六五万块以上 艾斯摩尔 美光这些更狠 起薪对标国际直接到六万 那台硕跟中刚如果不调的话 以后也抢不到人才 所以台湾年后会有一个 很精彩的大调起薪的时代 谈到现在 台湾现在这个产业 是不是真的起飞 是不是真的 现在就业这么烫手 有一个关键 桥头工业区 以前桥头工业区是 老老不成舅舅不爱 它好不容易才刚刚开发完成 就你说 这样的一个工业区 现在都已经有六成的进来了 不是我说 是陈其脉市场前两天靠速 已经进驻六成了 我现在吓一跳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才刚搞定吧 对啊 怎么可能的事情 完全现在 而且很快就客满了 目前尤其最重要是大厂进驻 因为大厂进驻 它的概念上来讲的话 鸿海进驻以后 这个是一个工业区 是针对着电动车部分的布局 电动车 电动车的布局 然后市政府要配合这个产业发展 不光是在只是在工业区的销售 或是合作而已 包括市政府的交通局 包括市府所经营的公车公司 整个在策略上 要跟整个的电动车 整个全面性的全方位结合 怎么结合呢 结合很简单 它市府本身的公车 公共巴士目前的使用量 有一千多台车子 它一千多台车子 统统改成电动车的话 那对鸿海就是一个初期 一个很好的基础 一个开始的基础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由营运单位 跟生产制造单位 跟供应链结合起来的话 它将来会形成一个 系统性的销售 包括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管理 跟这整个营运管理 包括生产管理 整套可以输出到东南亚国家 这些东南亚国家 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这个陈市长的想法上 已经这个超前部署 不是光是你 光是生产车子 特斯拉生产车去卖车 不是 卖完以后的销售 尤其这种公共运输的管理 这要有进步的 这个政府才做得到 那过去来讲的话 鸿海也没有这个机缘 现在鸿海跟高雄市政府 在考虑往这个大的 这个从政府管理 我负责销售 你负责营运 营运销售 然后生产管理 等整套的东西 等于我再强调一次 是把从政府的系统开始 配合的生产公司 他们现在比如说 鸿海现在目前 他跟印尼已经签约了 他要准备去印尼生产 电池 印尼生产这个电动车 他跟印尼最大的公司合作 那问题是 这个公共运输是属于政府部门 所以公部门的经验 跟相关的参数的介入 也是非常重要 跟台湾这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全部电脑化了 我们目前在所谓的收票系统 等等的系统 对公车部分 也全部都电脑化了 包括统计路线的规划 这些等等的东西 我们比起码 我不敢讲 我应该比印尼要稍微进步一点 所以这整套的一个turnkey 一个整个turnkey方案丢出去的话 会对包括对鸿海的销售 跟国外的这种据点的攻下这些 新的城市的服务来讲的话 都会非常具有竞争力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 他还有一个部分 他并没有在这边讲了 他已经把过去在郭台铭 承诺韩国瑜的软体工业园区了 他们现在扩大了 因为 那还有吗 对 因为你注意到有没有 在目前所有全世界的美商 外商 苹果 特斯拉 还有这个阿玛容这些公司里面 他们现在在最强调的 因为半导体部分 台湾不用谈的 已经生产制造 但是美国现在最大投资 是什么投资 是软体投资 包括军事的软体的建设 通通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鸿海的整批的团队 也在开始要履行当时 郭台铭的承诺 因为当时他会讲 他要把云端 整个鸿海集团的云端系统 放在高雄 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把原来的这些场地 已经讲好的场地 现在目前鸿海在目前的陆续进驻中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大动作加上 所以这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市民的运气太好了 是吗 这么好吗 两大厂商同时进驻 这个能量多大 当然我们现在 我就侧面了解 听说了 所以现在的高雄 原来一坪三十万的地 这是几个月下来 土地的 一些比较那种工业区的地 三十万一坪的 现在涨到七十万八十万了 非常恐怖 都是这些土地价格 最近半年内 已经是double一倍数的这种翻转 平安局长 现在当时台湾越来越重要 当时台湾重要的时候 美国就不会放手 美国不会放手 他就在强化两边的军事合作 除了我们之前讲了 他现在有固定人员 来训练我们的三军 训练我们的特殊部队 现在连我们的后背 居然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现在要左手 训练我们的后背部队 对 我们的后背部队 其实在各国来讲 后背部队在干嘛 你看美国国民兵 他在干嘛 维护他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你如果台湾台积电 如果要避免受到 中共的武力攻击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现在派人去驻守 这边是后背部队干的 后背部队是专门在守国家的 重要的一个关键设施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 我们这个成立什么所谓的权动署 其实目的就在强化 我们的后背部队的能量 那我们当然常背部队 16万人不够的 因为你面对中国的解放军 入侵的情况之下 你要有将近有40万人的大军 才有办法去抵住 中国的解放军的入侵 对 所以你现在16万人 加上什么 顶多就到20万人 你怎么办呢 其他的必须要靠后背部队来补足 所以现在美国曾经到台湾来 看过所有的演习 看过相关的东西 包含我们去年 在汉管演习的时候 曾经在后里大甲这个地方 有安排两个营 用这个所谓的后背部队 去进行这个所谓的演习 其实美国人看了之后 还是摇摇头 认为说你真的还是要强化 什么后背部队 所以你说 我们去年的汉管演习 安排两个营的后背军人 被美国人看破手脚了 对 所以你看到后背司令部 全部就改制了 所以现在已经传出来说 包含夏威夷 因为你知道夏威夷的地形 比较跟台湾比较相像 因为它是一个岛屿的地形 岛屿的防卫作战 所以我们现在的后洞署 权动署 基本上就已经要跟 这个所谓的 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国民军 来进行联合演习了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后背军人 召集起来 直接丢到夏威夷去训练 对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 常备部队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国会都一直在 包含通过国防授权法 还有相关的法律 就要求说美军跟台军 要进行联合演习 但是你在环太平洋也好 或是说所谓的 一般正规演习也好 那都是常备部队的进行的 所以现在怎么把后勤部队 把我们的后背部队 把它整个组装起来 然后让它未来 比如说在台湾内部来讲 当中共武力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去防守台积电 你可以防守连电 你可以防守其他的地方 重要设施 重要设施的据点 包含台电的很多相关的 一个基础设施介绍 我们连环太平洋军演 真的会参加了吗 有可能 今天有好几种模式可以参加 但是都是传言 但是我认为比较可能进行的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 已经签署了海巡合作协定 而在所谓的军演当中的后半段 就会进行台美这个所谓的 海巡合作的演练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协定 进到美国的演练领域当中 在今年的大概七八月左右 在夏威夷附近海域 如果我们的海巡船能够过去的话 就以所谓的打插边球的方式 参加所谓的环太平洋军演 那这样的一个军演来讲的话 其实其他二十几个国家 不会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跟美国之间 已经早就建构了 这样的一个合作架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